歡迎收看小明星 今天謝謝大家來看爸爸的演唱會 謝謝謝謝 還好他長得跟我比賽不是一個樣子 金曲歌王趙傳語前七遇有二女義子 離婚後他與大女兒及兒子定居於台灣 二女兒則隨媽媽居住於上海 不過雙方人維持良好互動 近來他舉行人生大夢巡迴演唱會 在北京特別常邀來二女兒一起演唱 婦女倆全程緊握雙手 好感情令人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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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還好他長得跟我比賽不是一個樣子 你有暈喘過嗎 呃 有 有吃止暈藥嗎 有 下床 下床 一个男生很胖 他每次都嫌我腿很短 然后又很臭 我想说你才胖嘞 淡水没有男朋友 嘴没有脚 哦 是哦 谁是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 就是年轻人的感情事件 说到我的世界呢 嗯 这个 你知道现在这个 哦 我们不想听 谢谢 你不是说年轻人的世界吗 你是年轻人吗 当然 哪里 我的心态 你有听说过什么叫做 普姓男吗 你有听过 什么叫做晕船吗 拜托 这都是我们年轻人现在说的 OK 2003年 Z是在 2023年 我刚刚说什么 2023年 我讲到我那个年代 今天呢我非常开心呢 跟大家好好介绍我的大女儿 婷婷 婷婷我的大宝贝来 不好意思 Shut up 叫阿姨 阿姨 她是我女儿 不是你女儿啊 观众朋友啊 来你看一下 什么人我母女脸 我们两个 好啦好啦 欢迎我们的婷婷 来 来 欢迎婷婷 Yay 来聊一下呢 年轻人呢 现在的这个 感情关心的 你有晕船过吗 有 有 有吃止晕药吗 有 下船 下船 安全下船啊 在几顺的时候 大概 国小的时候 小时候嘛 我不懂事啊 你咧 你咧 你几岁喜欢的对象 幼稚园 幼稚园我坐那个娃娃车 坐在我隔壁那个小男生 太可爱了 我每次上幼稚园那个车子以后 我一坐上车一定牵她的手 一牵人家的手会怀孕 小时候没那个想法 小时候没那个想法 你呢 我是大概 国中的时候 国中诶 国小都跳过 就是国中的时候 有非常喜欢的男生 但他没有喜欢我 但我一直觉得 他长得很像 情汉 很帥耶 在我们那个年代 他是电影女星 长得很像情汉 知道 我知道 你都不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 还有一个叫 情寿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什么叫做 普姓男吗 我是在上大学才知道的 就是 长得很普通 很有自信的男生 像很多男生都这样 所以明明自己 对不对 也不怎么样 然后我就会说 欸我告诉你 蔡依林 太多 他如果真的再高一点 我可能就会喜欢 你也不看看自己 然后就在那边挑 人家这女生 你看这女的 这叫普姓男啊 就是他会对自己很有自信 一直在嫌别人 对他就在那边挑啊 如果他怎样 我可能会喜欢他啊 我有个朋友也很胖 一个男生很胖 他每次都嫌我腿很短 然后又很粗 我想说你才胖咧 很多男生都会故意批评你 但其实他是要跟你在一起 我想应该是没有 我想应该是没有 那你会玩交友软体吗 我不会 因为我喜欢就是 认识朋友的朋友 这样子认识 但是交友软体 就是你完全一个陌生人 然后你要去认识这个人 然后他可能会 藏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不敢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就 就是在玩交友软体去认识 就是交男朋友之类的 然后也有交到其实还不错 就是对他也蛮好 会 帮他煮红豆汤啊 煮饭之类的 其实我们去外面餐厅找也有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呢年轻人什么叫试车吗 就是可能在在一起前 就是发生 关系这样 你会赞成试车这件事吗 那对我来说没有很重要 对吧 那一方面没有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爱这个人的话 你跟他 就是他怎么样跟你那个 你都会是喜欢的啊 个性 重点 对 这种东西你本来就是 你所当然 情投意合 我真的好爱你这个人 我愿意就是跟你在一起 对对对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可是这个可能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我觉得女人是可以的 对 啊我们真的好爱啊 可是这个男人可能他不行 他真的完全不行哦 不要说什么大小 什么久不久 他就是不行 你还要不要爱他 我是个人是可以的 我也可以 我觉得女生还蛮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可以 因为我们通常都有一些 情趣用皮店嘛 对啊 善用奶超拼的 那朋友有那种晕喘的故事吗 控制男友的那种 是男朋友控制我那个朋友 就是 他就是在规定他 一定要几点到家 然后几点睡觉 然后他管 管他一个礼拜要喝多少水 又会拿生日礼物威胁他 就是说你 你不怎样怎样怎样的话 我就不送你了 我就 我就不会送你这个礼物了 但他送了就是 也送蛮好的东西 然后我朋友 我朋友可能就是 被他收买了 对被他收买了 我以前很常跟我朋友说 你不要再跟这男人在一起 但是男人真的很不好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这样讲 但他就是不听 他可能就是觉得 淡水太无聊 需要有人陪 淡水没有男朋友 等于没有脚 哦 是哦 是意思 就是没有 不方便 女生因为每个地方都很远 通常我身边的女生朋友都不会骑车 所以有男朋友就很方便 要去那里 哦 可以赞 对对对 我很赞成我的女儿 多谈几次恋爱 因为她的人生才有很多的经历 因为她才会更成长 很少啦 几乎说 第一次恋爱就可以结婚的 很少 那如果有一天 婷婷带了一个女生的伴侣回来 你可以接受吗 OK啊 我非常接受就是现在的爱 它是不分性别的 嗯 只要他们幸福 我就快乐 请你之前有出过车祸嘛 他这里手上就有一个爸 我哭了多久嘛 你知道吗 所以他是我的心肝宝贝 他是我的心头肉 所以呢 我的小孩 只要他快乐 不管他跟什么样的性别交往 我都是 支持的 嗯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好像爱自己 是一件非常自私的一种说法 但其实 我自己的座右铭就是 你一定要先 学会爱你自己 你才有办法爱别人 为什么 因为呢 你没有办法给别人 你没有的东西 如果你自己没有充满爱 你又拿来的爱去给别人 对 所以你一定要先学会爱你自己 你才有办法去爱别人 再来 当你懂得爱自己 你就不会允许别人来伤害你 你会保护你自己 你也会进而去保护别人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你在谈恋爱的过程呢 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然后要注意安全 你喜欢就喜欢 当你不喜欢的时候 你就要说 不 不能让别人来侵犯你 no 我们不是me true 没错 而且呢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 怎样去享受你的爱 而不是去委屈求全 迎合对方 都不要 我们是两相情愿的 去感受这个 爱是有多美的 对 然后呢 试车真的要小心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试车可以哦 但试车如果你转坏了 车还是要赔楼 哈哈哈哈 帮我保险诶 诶 你也只爱人败 然后我34岁就嫁给爸爸了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 Hanau Day外败来的 你带他去拜拜 对 我带我老公去Hanau Day 就是那个 Totty公很有名的 去那边拜拜 就说我们先结婚好吗 然后啪啪啪啪 连续 落个胜败 所以这样我才跟我老公说 好 那我们就结婚吧 然后我老公跪在那里 就说 蛤 真的吗 我要娶你吗 哈哈哈哈 以后呢 就让那男朋友 不是带回家给爸妈看 是带他去Hanau Day 哈哈哈哈 Totty公 你心歹 你就打到 我妈妈说 妈 我要结婚了 为什么 你确定吗 我确定 Totty公 哈哈哈 那你 宝费 你 你就 家